想到可以照顾一般小弟好像很威风 你要证明给人家看 我还可以做一点东西 不要给人家看不起 87年88年 就是世卫长很active 以前的世卫长就是你不用做工 只要你讲话大声一点 那般人敢为你冲 就是你可以收保护费啊 连赌场啊 就是在政府组屋啊 或者是lander property那种 他们租了屋子整间来做mass 做赌场 连每天如果有两三个股场来说 你对你一个十六十七岁的小孩子 有三四百块啊 一定是算不错了 在1988年 那时候是过年三四晚了 我们几个所谓的兄弟啦 我们就去到人家的地盘 人家吃传练饭 我们去跟他拜年了 人就这样啦 我中了软型 在我们那个时候啦 最糟糕就是 如果你有被中那个 无奇扣留啦 哇他们会把你当神败这样啦 就是去到敌派的地方 给他们看到 六七个围着我用刀砍我 进了医院就是很冷喔 整身都很冷 本来是不会晕掉啦 给那个护士吓到晕掉 boy why so many blood 人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护士 哇手都在走 我知道很严重了 可是晕倒了起来之后 看到很多人啦 有所谓的朋友兄弟啦 很多啦 在我醒的时候 那护士问我 诶 你家人的电话号码几号 那时我就想到我妈 所以我最想见到就是我妈 有人在里面 在一次探监时 那时我妈妈来了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 梁啊 我老了咧 你睡得那么大人咧 我 我搞得少少人出名咧 我跟马打厨 有很多人打厨了咧 然后 我还在里面见咧 人家不能知道 我是你的老婆咧 她说 我还好想要老了咧 我倒闭掉了 越多久了咧 越想了吗 这次都出狗狗粒咧 想来看了 在那时候咧 我在想咧 看到她 哇 我的阿婆老了咧 然后我咧 我为她做了什么 可是她没有放弃啦 五四五出来了嘛 门路也是开始多了啦 人很不幸的啦 那个时候流行的就是毒品 那个是在1999年啦 人生有改变吗 有 从一个社会党 变成一个引进治疗咯 一旦一个人出狱啦 最要紧的是三样式啦 第一点是一个屋顶啦 第二点是一个工作啦 第三点是一个信仰啦 怎样说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屋顶 你要住哪里 如果没有一个工作 时间太多了 你会做什么 养活不了自己 如果你很空虚 没有内心的平安 没有喜乐 你会去跟谁 连老板给的机会 很厉害啦 如果没有人给你机会 你就是好像 一个人掉入海里面 这边也坐 那边也坐 坐到好的 不用紧 你可以浮上来 坐到不好的呢 你就是越沉越深 越沉越深 如果你有家里人 还能接受你的 你就OK啦 有个屋子住 那些没有呢 就是你要去Halfway House啊 去清晰的家啊 还是看有些做工的地方 可以睡觉嘛 这就是这一点很大的困难 就是如果有一个老板要聘请你 首先要接受你是个Ex Offender 第二点就是他会宽容嘛 如果是一个老板会看的 是看你好的 不是去看你坏的 如果我在看你好的跟坏的 我都可以慢慢来接受 把那些好的来灌输那个坏的 生活有改变吗 有啊 现在有责任感了啊 我还在摸索啦 我还在要 可是很要紧的啦 就是要人人给机会啦 每人未来 有报复吗 有 对吗 老板给我升级 加薪 希望吗 有一定希望吗 对 这也是一个肯定嘛 是一种奖励肯定 因为像我这种过来人 去 要再犯罚是很容易的 我们做好 我们今天该做的 有一个工作是最要紧的 妈妈是关心啦 唠叨啦 可是脸上很少有笑容 现在看到我们 有时候看不到眼睛 母亲要我们的 要我的啦 其实不多啦 她不要我大富大贵 只要我能养活自己 不用让她再操心啦 不用让她再操心啦 别人 我会帮你 我不是不是 在这儿的中心里 我可以使你 小看